马依丽和文章离婚后,真的各自精彩了,离婚不久,马依丽就被纸和高伟光谈念下恋,但绯闻很快就被她否认了,其实马依丽现在已经是诞生了,即使有些恋情,大家也可以理解,为何她不敢认爱高伟光呢? 原来她和文章早已约法三章,离婚后的马依丽事业迎来第二春,其中她就和高伟光合作了新剧《艾斯小姐探案集》,而私下他们多次剧餐背叛,还有抹脸躺怀这些亲密动作,于是恋情就蛮前飞,但马依丽称,他们仅是合作关系,在我看来,马依丽应该不会再有恋情了。 她与文章的离婚协议上其中有一条是,如果对方想要开启新链前或者再婚,只能放弃两个女儿的抚养权。 虽然这样的决定九点断章取义,但都是为了降低对女儿们的伤害,后爸后妈再怎么好,也比不上亲爸亲妈,网友们也都说,很理解她们。 文章虽然不是一位好丈夫,但她对孩子的关爱是一份不简,我们经常看到她陪伴两个女儿的照片,女儿参加舞蹈比赛,她一次不落下,与女儿走在机场背拍,也不忘热到女儿的脸。 这些小细节可以看出文章很爱女儿。 马依丽和文章或许没有了爱情,但还有两个女儿,她们之间还是亲人,至少在孩子面前,她们还是最棒的父母。 也是现在的状态,对文章和马依丽来说是最好的选择,一关未必不是新的开始,也未必是痛苦的结局,希望她们能做更好的自己。